大众请起立 请合掌 礼佛山问训 大众请起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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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下面呢 我们平常啊 都说了很多的辟语 这里呢 我把它做了一个大权 另外要知道 这六字名号 这南无阿弥陀佛呢 就是阿弥陀佛 在极乐世界 给我们发的邀请书 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参加一次 高规格的宴会 或者干什么 那我们一定要发请贴的 或者是 盛大的一个活动 那么对方呢 就会写一个请贴发给我们 我们根据这个请贴呢 才能去参加 是不是 那阿弥陀佛 就给我们十方众生 发了一个请贴 他签了一个字 说十方众生 搜封世界的某某人 请你到极乐世界来 以谁的名 以我的名义 底下签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签名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 是阿弥陀佛 亲自签名的邀请书 我们拿这个邀请书 可不可以到极乐世界啊 可以 这是绝地可以 你要知道 这是佛邀请你的 不是你祈求佛的 这个关系一定要搞明白 既然是你邀请我的 那我当然就 对不对 我当然就 就来了吗 你邀请我的了 那如果是我们要 祈求去的 联合国 联合国开会 你们 想参加吗 打过这主意没有 人家也没请你 你呢 也没有这个想法 那你想去参加 也没门 人家没请你 是不是 你也没这个胆 跟你没关系 人家联合国开会呢 说各国领导人的参加 你还不够格 那么他这些就说 到极乐世界上 阿弥陀佛为六子名号 邀请我们参加 他说 我若成佛道 利民无量寿 众圣文词号 你拒来我差中吗 不是这样的吗 其佛本愿力 文明欲往生 歇息道比过 自治不退展 所以这个名号呢 是阿弥陀佛 请我们网上极乐世界的 一个邀请书 另外呢 也是保证书 他邀请了 他要保证 你可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你不往生 我不臣佛 所以他的证决 来保证我们往生的 这是保证书 还是佛给我们的通行证 你到极乐世界去 你得有通行证 要通关 你说我们从中国 要出国的话 你得有护照 你得有签证 要出离三届 那你得有通行证 这个言论网一把关 你看 你业障这么多 没有销 你也没通行证 凭什么走 留下 那就出不去了 那我们这个六字名号 走哪就开放 所以到极乐世界呢 不是靠你的定散二散 你说 我修了 我怎么捐了多少钱 做了什么功德 那就三界之力 是天上吗 上天 但是出去不行 有那位置 做到禅定 禅定行 绿界天 四界天 这些 你想出门都不行 还不是通行证 这六字名号呢 是我们 往生极乐世界通行证 你拿到这个通行证了 拿到南无阿弥陀佛了 你就可以跨越三界 就是呢 胜过三界道 这个就直接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这六字名号 又是我们的录取通知书 你成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录取了 极乐世界就你的份 让我们考大学的时候 那你录取通知书没发来 你说你跑到北京大域报到 人家说 你来错地方了 那我们要到极乐世界 你如果没有录取通知书 你靠你定三二三 你报来 想到那怎么录取啊 不过阿弥陀佛很慈悲 你只要愿意来 都录取 这个没有条件的 但是我们真正的录取通知书 上面写的名字就是 世宗台 恭喜你 已经光荣的被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录取了 下面校长 拿摩阿弥陀佛签字 那我们上大学了 去读书的时候 虽然开学时间 写的是九月一号 但一定是在这之前 就事先发给你 不可能九月一号 当天才发给你的 那我们事先拿到了 虽然我们没到学 就报到 但是我们决定 比如说北大录取了 我们肯定就北大的学生了 到时候我们就报到 是自自然而去的 同样道理 六字名号发给我们之后 我们虽然还没有往生 当然我们也是极乐世界的一个成员了 那我们临终的时候呢 我们自然就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就要平胜夜城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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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